大家好,我现在是在湖南的湘唐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湖南排名前四的大学,湘唐大学 这个大学在全国排名前100名 虽然没有被历录为211重点工程大学 但是它的实力可以说是力压211 这个大学它是由咱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亲自创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所以能够在这里读书 在为人的故里,确实是一种荣幸啊 这个学校非常大,占地面积有3200亩 而且一路走来了绿化石非常好 占到了全校的52% 它是1958年创立的 距今也有着62年的一个历史吧 这里面有四个非常强的专业呀 数学、工程学、化学、材料科学 在全球都是比较有名的这几个专业 它也是继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四方大学 湖南的第四所全国百强大学之一 它这边有一个美食街感觉人气非常的旺啊 真的是人山人海 咱们也去感受一下学生时代的这种购物天堂 一般每个学校都会有这一种美食街吧 当然它这个美食街的话是靠近南门这边的比较远 卖的品种呢还是比较齐全 好 沿着这条路继续灌 我给大家灌到图书馆 这个大学呢 它还设有三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19个国家一流本科建设专业 还有1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15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一共有研究生院和20个学院教学部 所以说实力是非常的强大 尤其是这里的毕业生啊 在前几年的一个综合排名上呢 他的就业的薪资是排到湖南众多大学当中的前三名 可以说他的实力真的是非常的强悍 所以各个生的薪资水平呢都让人很羡慕 而且在2016年中国大学保研率排行榜当中 湘潭大学保研率达到了12.91% 位居全国第64名 在湖南高校当中是排名第三 先后呢 还与法国西班牙日本俄罗斯美国英国 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所高校 建立了广泛的交流和合作关系 刚刚走了很久 校园环境一直都是非常的优美 不管是从教育资源还是学校的自身情况来说 都是一所非常不错的高校 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大学 毕竟是毛主席亲手唱办的 每个大学呢基本上都会有几个湖 而且湘潭大学呢 还有着羊柳依依 在这种西阳西下的食物啊 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前面只走右拐了就快到达他们的图书馆了 俗话说的好 没有一流的图书馆 就没有一流的大学 看看湘潭大学的图书馆 到底有多么气派呢 不知道湘潭大学的食堂的饭菜怎么样 我感觉在大学里面吃饭啊 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看电动车和这个共享都是遍布整个大学 前面呢 看到这一幢非常雄伟的建筑 就是他们的图书馆了 看上去了还是非常不错的吧 刚刚从这个下园里面走来 感觉湘潭大学的美女确实很多呀 感觉也是一个美女如云的学校 不知道大家觉得湘潭大学的输出环境啊 就是各方面的生活设施怎么样 有朋友知道的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 他图书馆这里也有一个湖 风景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很多大学生坐在这里骑自行车 我感觉读大学就是好 基本上课也不是很满嘛 然后自由空间还是挺多的 就是如果说你有自己更好的兴趣爱好 还是可以的 前面的就是图书馆了 你看 非常的大气派 在这边给大家整体的环绕一周 好 以上呢就是关于湘潭大学的介绍 一学是一学公司的 平后各个学生的介绍 我们这个学生的在这边 在这边的幅园承担持 应该尽管 这学生的孩子 稚公司的孩子